各年进口依赖 与各年各季 或各年各月的进口依赖 一定是这样子按照顺序 这样子去分析下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统计时间 我想要去做年的分析 100年跟101年的比较 我现在是没办法做这件事 主要也是因为 这个统计期 它也有遇到重复名称的一个使用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要去做 例如说新产生出年月 这个时候一样做那个重复名称 重新划分年月 也就是进口日 进口统计期的一个划分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去Powclure编辑器里面做 可是呢为了要让你有这种感受 就是说因为它不是做在Powclure编辑器里面 所以到时候这些资料是没办法套用进去 所以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只能先做错误的观念 提供给你参考 那假设我今天我用我需要去计算棉 那好多人大家都会这样做 例如说这个我去计算棉 好然后呢这边我就直接输入100棉 然后选到它 选到最后一格 跑到哪去了 就是从这一格选到最下面 选到它 然后Ctrl加1 它会自动帮我去侦测 这里面 例如说这是100棉 好100棉 好你就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再去做 例如说写函数 好你只要知道一个快速键 那当相对月 那就是这边就是1月 然后从这一格选到最下面 然后Ctrl加1 Cd1的1 剩下就交给电脑 它就会自动去帮你判断了 它其实做的就是这个填满底下的一个快速填入 像例如说拉下来一点点 这边是104年5月 所以这边104年5月 好然后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105年12月 好105年12月 好当然如果我今天我用PowerCrew的编辑器 我直接就做分割不就好了吗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做所谓的各年 例如说100 各年间这个地区别的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插入数秒分析表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值 这边有所谓的 因为我要各年 各年 好 那你会说 这边没有这个年跟月 没有year跟month 你记得 在做枢纽分析 一定要再点一次这个重新整理 所以这边有一个全部重新整理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栏位就有年 好所以点一下这个年 它就从100年一直到111年 然后接下来就是 例如说 刚刚这个是值 可是我们如果只想要比各 各什么 各州 对不起 所以刚刚应该是要把亚洲地区先放来这个地方 地区别 然后请把棉放来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 为了上课方便 我们不要看这么多年的一个资料分析 我们只要看近三年 其实可以全看 但是就不要看最后一年 因为最后一年就只有 就只有两个月 好我们来直接化 你看它 预设 我觉得这个时候画折线图会比较好 那为什么会 这边 这边有一个特别低 那就是指可能111年 所以建议 请把这个蓝的标签 111年先不要画 也就是这个111年关掉 确定 好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意思就是说 在用棉来去看这件事情 好 当然可以发现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国家 这个亚洲 亚洲地区的这一个棉 这个棉是什么 110棉有特别高 好 至少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知道这件事 接下来我要把新的3月111年进口 3月的进口资料 4月进口资料 5月进口资料 放进来 好 让这边的图能够自动产生 让这些图可以自动产生变化 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去看哦 首先 如何去叫新的资料进来 新点资料 第一资料 第二新查询 然后从档案 从CSV 然后接下来 刚刚我的下载的位置 找到这个进口 11105 这个档案 也就是3月4月5月的进口资料 汇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先把它汇入进来 好 你就直接 直接就是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记得就是点完成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资料里面 因为变成说 我有两个查询 我有两个查询 好 那我希望 现在新增加的资料 附加 这个进口 11105 这个资料 附加到 这个进口的下面 各位应该可以想象 现在这样子的内容 跟这样子的内容 它有可能可以合并在一起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你先把这个就删掉吧 这个先删掉 好 怎么删掉 就是滑鼠右键点选这个进口 这个进口 11105-Excel 请选删除 删除 然后 接下来 我们是把这个进口 请点选 重复 好 那接下来 麻烦请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所以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这个进口 二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它叫做 2022 05 好 那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它的来源 是不是要去做修改 对 好 所以 快速点两下来源 进口 Dash 20 对不起 不是Dash 是Underline 进口 Underline 进口下底线的 2022 05 然后 快速点两下来源 我们把这个来源 换 换成什么 换成这一个 好 所以点选 浏览 找到在我们下载里面 的这一个档案 进口 11105 这个档案 然后点选 确定 可是请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 当我们在汇入新资料的时候 很有可能 因为 某一些步骤 冲突 我们需要 Bug 也就是说 我们去把 这些小问题 解决掉 可是 请你看一下 我们 读进来的资料 它是不是 讲的 就是 它里面 没有那个 横线 可是 可是我们现在读这个资料 它就告诉我们说 有地方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拉到最上面去 我们就逐项来去改 像这边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变到下一个步骤 这边一堆的 A 为什么会有一堆的 A 就是那些 横线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横线是全形还是半形 它有几个横线 所以滑鼠右键随便选一个复制 然后 接下来 请问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 可能总计 都有横线 可是请你 一定要记住 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总计 绝对是 绝对是 那个很多数字的加总 所以 它不可能会有 空值 好 所以 请你 请你 从这个地方 总计 选到最右边 选到 这个 19 好 然后 取代 好 所以 他就说 那你现在要做取代这动作 你是插入一个步骤进去 所以点选插入 然后 寻找的值就是 刚刚我们 复制 好 所以直接贴上 然后 取代成 你可以把它取代成 叫做 Nu 或者是 我现在是要把它取代成 零 好 直接点选 确定 好 所以你看 他就 就是按照 我原本的这些步骤来去做 那我想 你现在应该可以看最后一个步骤 所以 现在我们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 111年的3月 然后 4月 5月 好 我就不去往下来去 来去做这件事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进口 回到这个进口 然后 附加 附加 202205 所以 常用 然后 附加查询 附加查询 然后 我要附加的是 另外一个资料表进来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选 不是目前的 然后点 确定 他就附加进去了 我这边 我这边用这种方式 给你看 本来只有到111年的 1月跟2月 因为我现在做完了附加查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结果就变成 拉到最下面 111年的1月2月 然后3月4月5月 好 然后就请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展入 好 稍微等他一下 好 那重点我们还是要去看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们来去看最后面 最后面的那个 因为他还在跑 好 来看一下 以防万一 我还是先存一下档好了 存 存 存 刚刚 这个 成品底下 值2 好了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 我们重点是要看后来我加进去的111年的3月4月5月 所以我先把这边存选先关掉 我只留 例如说 最后面111年好了 确定 好 那1月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因为我既然原本已经做了吗 对不对 而且我刚刚是用还不是用那个写函数的方式去做 好 所以我再继续把它给 继续做完 从这个地方 你会不会快速到这个地方 好 当然就是 那个 就是按键盘上面的END 然后再到最下面 接下来重点是 从这一格往下选 然后Ctrl加1 记得吗 Ctrl加1 然后接下来 就是选到这一格 然后 Shift就按住 然后再接下来到最下面 Ctrl加1 哇 你看 这边是不是就产生错误了 我知道为什么错了 这边的错 主要是因为 那个 主要是因为 这个地方叫做 我刚刚选的第一格跟最后一格不是相同的 所以他就以为我要去做 不是等 不是自动填满 所以这边我先 Delete 然后从这个2月 2月 然后一样 重新 全部都删掉 因为刚刚这边有一个 不是相同的月份 好 然后再重新做Ctrl加1 你看这边 是不是2月 3月 然后这边就全部对齐了 好 5月 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记得 我这个地方 变成我 因为不是写的PowQuery编辑器 我就必须要去捕捉这些资料 这是我刻意 一定要请你们 知道的一件事 所以所有的一个像 那个资料清理 应该要写在PowQuery编辑器里面 好 那再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他现在 他现在呢 会不会有3月 4月 5月 好 那 你记住 因为只要是枢纽分析表 他也需要再做一次重新整理 好 可是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做重新整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还是只有停留在111年的2月 好 记得 这边分析 然后重新整理 这个枢纽分析一定要点这个重新整理 然后你再来点选这个蓝标签 然后去去选到3月4月5月 确定 您看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这样子的3月4月5月资料才会出来 我暂时先把回页部查询先关掉 好 也就是说 现在呢 现在有大概都是 每一周都有10个月的资料在这边 所以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亚洲亚洲地区 我们进口的依赖啊 就是今年1月到5月是后面这5个 然后去年的1月到5月是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的进口依赖是 是慢慢逐月在增加的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这张表啊 这张表里面 这张表里面 刚刚我这一张工作表签已经按过数纽分析 重新整理 那这张表我们需不需要再重新按一次 那个 就是重新整理 就算需要也只是按重新整理 记得 你要把时间不是花在重新做 而是我们了不起就是按一个重新整理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资料 现在这个资料 那他没有把111棉放进去 所以我们来去看 拿下来 勾111棉确定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111棉 他应该所指的已经不止两个月 已经不止两个月了 应该有包含到3月4月5月 这个事情我是希望说你要很清楚了解 因为就是你下一次再做到相同的这件事 你只需要按重新整理 可是因为数纽分析 你必须要再多按一次重新整理 比较怕是你忘记了这件事 所以请你记住 只要是你做的是数纽分析 记得你就点这个重新整理 你的资料 你的资料 就是一定 就是他会自动帮你画好 你就不用再重新绘制 好